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各位是欣欣在农村 在我们农村马上就要种小麦的季节了 这个种小麦什么时候种才利于小麦的高产呢 咱去找这个后面的大娘来问一下吧 大娘 你当时没事让柳子瓦来是吧 没有 下坡刚回来 下坡刚回来 这帮都收完了吧大娘 收完了 你种了几瓦的吧 种了四瓦多 四瓦多 其他的都在上市了 大娘你老人也得了年龄了 我六十八了 看你生的也没好 干活干妈的都没什么的 大娘 这马上妈就开种小麦的季节了 咱什么时候种小麦 你觉得咱小麦的高产呢 韩露椒没整一次了 韩露椒没整一次 嗯 在韩露的时候种吗 韩露前后的椒没整 前后的得到哪个 前世了 前后那天后吃了事都可以 现在几年小麦给你种 为什么 前期韩露已经 好像谁没法种 还是添汉的原因 添汉的原因 你这要是马上妈 还没到过去年 都过了过去年是吧 没到过去年是吧 面前不就过去年 那天后再不下雨的话 就得脚要跌再重了是吧 对了 因为你才能脚 光水的这个弟弟这个土的 就是死户的 嗯 死户的 还要死户的 他有什么水的 就用银香麦的高产 多上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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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要搅岁 搅岁 上岁 还得再搅岁 这要是以后弄出来 一会儿就不用搅岁 哦 不用搅岁 对了 反正就是 那个土地的 就得要搅岁 还得搅岁 刚才通过和大娘的聊天 大娘说了 在寒露前十二天的 前后十二天的种 这样有利于小麦的高产 要是等到双酱过后再种 小麦就太晚了 那不利于高产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